大家好,我是万万没有想到,把鸡蛋液倒入面粉里 出锅就是一道经典的美食,具体是怎样做的呢?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吧 将大碗里倒入350克面粉 这个面粉要根据家里的人数来定量 350克面粉大概可以做出一大碗的量 将面粉里加入一勺食盐,可以增加面的筋性 先把食盐和面粉搅拌均匀 准备一个空碗,里面打入两颗鸡蛋 把鸡蛋搅拌均匀 然后把鸡蛋液倒入面粉里面 用筷子搅拌成面絮 如果搅拌出面絮有点太干 可以加入清水 再下手揉成面团 一开始面团不太容易揉光滑 可以将它洗面20分钟 盖上保鲜膜 时间到以后再拿起来揉面 就比较容易揉光滑了 移到面板上 揉光滑以后搓成长条 切成等份的小面剂 切成等份的小面剂 可以切成六等份 取其中一份将它揉光滑 再搓成圆柱形 放在盘子里面 面剂表面刷上食用油 以免风干 盖上保鲜膜 饧面一个小时以上 时间到了 打开保鲜膜 饧面时间越长 面的严整性越高 取出一个小面剂 放在案板上 案板要提前刷上一层薄薄的食用油 面剂向左右两面拉伸 再切成一公分的宽条 拽住两头进行拉面 也可以一根一根的拉长 拾开之后 把拉面下入锅中 面条定先以后 进行翻动 可以先盖上盖子 煮上三开 即可捞出 再盛入两勺西芋式茄子卤 这样的鸡蛋面条 做起来简单省事 吃起来又好吃 以后想吃鸡蛋拉面条 就在家里做吧 这样既省钱又美味 今天就分享到这了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